申請港車不想之前跟大家分享和教學 但最重要的一環就是驗車 師傅剛才申請港車不想 亦經歷了驗車的步驟 所以今集請師傅跟大家分享他的心得 可否由頭說一次申請的步驟呢 首先要上運輸署的網站 你會在首頁找到一個特別的版頁寫著港車不想 你按進去之後就會有幾樣東西可以提 首先它不是隨便申請的 它是時段的 譬如每隔兩三個星期有一個時段去申請 譬如假約10月5日至10月8日是給你apply的 那你就要跟那個時間去apply 其實很簡單的 只是申請放了兩件事就可以了 就是你那個身份證號碼 投過幾個字母 加上你的車牌就可以了 因為第一次抽籤的時候 是甚麼都不用入的 還要確保你的車是私人名 有一個申請者的身份證號碼 和車牌號碼就可以去申請 譬如可能它當是10月5日至8日是申請的 可能它抽籤是10月10日 抽籤完之後就會通知你究竟抽不抽得中 如果抽不中的你就要等下一個時段再申請 其實你如果抽籤抽中的話 它會首先會SMS或者E-mail通知你 通知你也好 其實原來在那裏裡面來說 它都會有個日子給你去提交你上載你的文件 那你上載文件那裏也是有時段限制的 譬如可能它假若你10月6日抽到了 可能它就要求你10月18日至19日這兩天去提交文件 那你提交文件的時候 都是提交幾樣東西最重要的 就是本身申請者你的車的排譜 還有一個就叫做驗車子 你記得一定要找回你那張驗車子出來 如果你沒有那張驗車子的話 你就可能要去你上一次驗車的地方 補領一張驗車子 另外就是申請者和指定司機的身份證 回鄉證和駕駛證的證和副業都需要的 那你最好就拍張照片 跟著就彩色拍照之後 因為它不可以用PDF file 一定是JPEG的format 那你就拍照卡圖 那它申請就會最好 那緊記要記得要拿申請者的國內的電話號碼 因為其實如果譬如 運輸署要幫你上載所有文件都 它都是會幫你遞交上去國內的單位那裏的 那它搞定之後它會用SMS通知回來的 那你要自己留意和E-mail留意也要留意 見到很多人在網上說 就說上載的文件那些格式或者那些照片 可能不是那麼清晰 可能他就這樣拍完一張照片 他沒有補回那個size 是一個叫大一點的size 你到10米的時候可能你 你的身份證可能很小 那你根本上可能裡面的資料看不到 你就變得麻煩了 那你最好就拍近一點 跟著自己補一補去做 那我就補好才進去 那它就沒有reject過我 全部都通過到的 那但是譬如說你之前拍完的照片 有沒有先放在一個folder 還是我邊拍邊邊上載 我做法上就是我會拍完之後 就放到相簿上 方便我在上載的時候 我去到哪一欄就馬上載 就最簡單 你要自己留意就是 如果你有一個除了申請者 還有一個指定司機 假若你的指定司機 是不是申請者的話 記得一定要有封授權信 一定要填 而填完那封授權信 也都要拍照去做上傳用 文件那裏可不可以再跟他們說 多一點關於 你上載的文件裏面 是關於什麼文件呢 身分證、排譜還是什麼呢 首先就是要你申請那時的 車牌號碼 如果譬如你由申請到你 申請的時候 車牌號碼已經轉了 可能你換了車 或者你轉另一部車 不好意思是不行的 你要重新再申請 因為你要由申請到 上載文件那裏用回同一部車 那裏面來說 你中間你留牌、套牌 轉了 因為你未上載 就沒有問題的 如果你上載完之後 才轉個排譜的話 可能就無效了 你就可能要重新再申請過 你第一次去申請抽籤的時候 可能你AB1234 你到上載文件的時候 仍然是AB1234 那你上載了AB1234的排譜的話 你之後就不要再轉車牌 或者不要再轉那個 車的登記裏面的資料 譬如你由寶馬變了Benz 人家很容易會檢查到 你的排譜變了 那就一定不行了 那就要重新再由頭申請抽籤 上載的時候 就上載排譜 上載你的驗車子 這兩件事就要你準備定 另外就是 譬如你是申請者 也是主司機的 有一欄就問你 是不是申請車和主司機 是同一個人的 如果你答是的話 他就會將申請者 那時候申請的東西 自動在主司機 就會自動幫你上載下去 就不用再重新再上載一次 因為他可以有一個指定司機 譬如我申請的話 我是主司機的話 可能Steve你是副司機的話 你都要準備回鄉證 你的身份證 還有駕駛證的政府兩頁 都要拍照去做 很多人記住 你留意可能有機會 因為香港身份證的背後 其實好像是個個一樣 其實不是的 它有個小的窗口 其實裡面有些字 可能有機會不同 人家可能很容易會看得到 有機會看得到 所以記住不要偷懶 香港身份證的背後 好像沒有資料也好 都要拍多一次會好些 因為回鄉證的背後 就有資料 就有你香港身份證的資料 另外就要上傳一些 叫做回鄉證的號碼 號碼那裡 就是通常H字頭那組 然後後面就會有個數目字 那個數目字就是代表你第幾次換證 你要填下去 那裡你去到那一刻上載的時候 會有個窗口 如果你不明白的話 你按個窗口 它就會有個示範的圖案 給你告訴你 哪裏的 哪怕到你上載 可能你的駕駛證也好 它有個檔案號碼 你開頭你不明白什麼 是檔案號碼 你按進去看之後 就會告訴你 原來檔案號碼 在庫頁裡面的 後面有個號碼 有一組號碼 就是那組 在你申請所有資料的時候 最後你就要給香港禁區指 那裏你可以用普通Visa卡 或者你總之用電子支付的貨幣去給 你給完之後 你就會回到主業 你就會成功申請到 即是上載申請了 不過你上載了 不是代表你一定申請到 因為最終的批核權 都是內地的車管所去決定的 所以你申請你給了548元 它不會馬上給禁區指 它都要等內地批核了你這次申請 那你就可能要再去終檢驗車 驗完車之後 你就要再買份內地的交強險 保險那裏 你又要再申請多一次 那你申請了那兩件事之後 正常所有流程都做完之後 你就會收到內地一個叫做臨時駕駛的車牌給你 那你就會編出來放在你的車上 你過關或者放在車身上 即是當你出行時都要有這件事 另外香港運輸署會寄回禁區指給你 它們是ZMB 現在實際來到中檢驗車 中旅 天水為中旅 實際驗一次車 其實我完全沒有概念 不知道會驗甚麼 很多朋友都有這個驗 師傅,你可解答一下 這間港車筆上有兩個驗車中心 一個是中檢 中檢就是元朗環州 即是真正以前上大陸的中港車 全部都在驗車 不過現在多了一間中旅 就是在天水圍華嫂後面 我們今天去中旅 因為我之前有朋友 兩邊都有人驗過 都說的東西都是相類似的 一般來說 現在我所知港車筆上 很多都是要求外觀上的東西 你不要有很誇張的包圍 你不要整張餐桌在後面 你不要把連接拋得很誇張 你明白那種很標旗立義 如果你的車正常上 可能你也有落胎連接不太過份的那些 它都會給你 我印象是它不會上輛車 因為我有一個師傅 用師傅車上去驗 我問它有多了一輛 你怕不怕 他都沒有上輛車看我們裡面的東西 純粹拍外觀 我叫拜四角 在四角角落後拍完照 就上傳回它下去 因為我有上過我朋友的 因為它有個內地的信息中心 因為我有個朋友跟我一天申請 他上個星期就去了中檢那裡驗 因為中檢那裡 因為我朋友什麼都不會搞 全部都是靠我的 我幫他搞完之後 我問你要去中檢 中檢那裡馬上買保險 他馬上幫你上載 網上很多人說是貴一點 是貴大約一千元左右 有個費用對比你什麼都自己搞 是貴一點的 我實質它應該是買了商業保 是貴大約一千元左右 不過不用煩 有人幫它完全搞定 對比一些他什麼都不懂 不是那麼熟悉電腦的人 那裡是會好一點的 我幫他約了中檢那裡 其實他已經一個星期前 到昨天他已經預約了11月中 上大陸 上珠海的約會 因為有人幫他搞就會比較方便 我聽聞中旅是沒有得買保險的 我們實質我不知道 進去我們再看看 因為事件不停更新 之前中檢是有保險賣的 而我們是不需要我買了 其實我已經搞定了 我們驗完車 然後上載文件 應該很快會收到內地的訊息 會批給我們 應該正常是這樣做的 我們一會兒去看看情況是怎樣 我現在差不多三點鐘 我們預約了三點鐘 現在剛剛三點鐘 我們就出發了 好 麻煩 預約了三點鐘 你停 你最後一段時間要放回正常 上回來正常 放在白色車後面 放好燈 然後叫廢主要放手續付錢 搞定乘客落車 只是你自己開車後便落驗 好,謝謝 我重複一次 剛才哥哥叫第三排 師傅把第三排座位升回 因為我躺下了 沒錯 然後我就要下車 我沒得跟著 然後師傅就搬車上去 然後師傅讀腳去 我網上可以馬上付錢 不過我沒有付錢 不過我來到好像不收現金 電子支付 電子支付 不過我先升後面的排座位 好 OK 這個先 好,可以了 是要排補和有效的行車證 行車證當然在車上 那就不用了 好 他就跟我說 我們首先給了錢 給了錢 800元 這個800元 你可以預約當時給錢 或者我現在即場給 不過即場給 都是用電子支付 就不要給現金 不需要不收現金 就用普通的卡 然後記得要帶牌保 帶牌保 如果你上了會 我印象中 你要拿牌保 要吸藍印那一隻 吸藍印那一隻 就OK的 另外 這裡有一份 關於買保險的 這裡已經確認了 即場沒有保險賣 不過他會給你一些資料 你自己去看 OK 這裡就會有保險的介紹 有不同的保險可以買 即買膠鏡布 怎樣做 等等我們會再講解 之後我們現在就會有個 因為這個是通關用的 正義 要貼在車上 首先我們會前面轉 之後你會磅重 然後就拍照 然後再會貼在架上 這樣做 我們現在開始做 好了 現在只有Sieven說 可以 坐不動 我會放下我的手機 收音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聽完不可以說話 好了 我們現在就開始洗錢 先去剛剛跟我說 有個龍門架 在龍門架上磅重 先等一等 先放正的車 等工作人員過來 在等驗車的時候 師傅很聰明地跟驗車人員吹水 問有關改裝件的問題 大家應該很關心 直接給大家聽聽他們的說法 我想問一下 其實是怎樣才叫超標呢 譬如我都想 因為很多人都問我們 總之 你不是原車的 你家裝的 一定要查 那有些譬如他們真的出廠的 但是有時候 Tesla 買車的時候 後面 人家發展商 免費贈送一條 細小的 三公分的 半纖維的美翼 這些就算了 算了 你不要自己改到 但是你加起來 17cm的那些 那些是沒有事 譬如 如果大了很多的那些 都不是那麼好 大一點點 可以 那些螺絲是凸出來的 那些不行 那些不行 或者它可能 那個 連線拋出來的那些又不行 你加了一個輪廓 遮掩 它的連線 它轉了一個闊軚 那些不行 那些不行 那如果避震那些 那些沒有問題 那些是用的 是 你正常的影響 是很大的 是 沒有問題 但有時候 你自己加裝那些 又有一個棍子 撐出來 撐出來 撐出來那些 不好意思 啊 斜著一開口 我原裝的 我開官網 DNA 電盤 不要爭 我們是服務你的 我沒有什麼意思 我不想正面 和你發生衝突 不想得罪你 是 但是這樣 我被你過 我的失職 是 明白明白 公安問起上來 或者當時折了你回來 你回來又問我們 是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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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不會影響你的鏡頭 不影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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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反過來 如果當成是爆了玻璃 要換玻璃 回來 你們會做 你拆這塊回來 其實你拆不到的 你拆到爆了 連同那塊玻璃 你戴出來 拿回來再弄一個 對 應該要換一張卡給你 是嗎 這張卡 失了後 應該不會安裝到 因為一階段就爆了 這塊東西 原來這樣 那你們又會幫我上載 是呀 傳輸進去的電腦 電腦跟你上載 上珠海的了 哦 那我就自己上載 上載一份保險 對 等結果 信息 對 什麼都是等信息 好 賣電梳 拿禁區子 全部都是手機搞的 OK 轉右轉右就可以了 搞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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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快地 師傅已經搞定了 十分鐘左右 對 十分鐘而已 首先離身了 因為裏面不太能拍攝 所以大家看到的畫面 可能不是很多在驗車裏面的發生情況 以及人們的樣子 是 現在要求我們不要出樣子 但是先說回剛才他做的事情 很禮貌的 他歡迎我們先去拍攝 對 但是要知道遮樣子 我明白的 師傅問題是很正常的 但是剛才問了 整個流程很快 而且好像沒有什麼做過 沒有什麼做過 說得對 我首先去到 剛剛進了閘 他指示我拍好車 因為我們剛才在尾的排座椅 因為收藏了 他叫我有七座位 就顯示有七個位 連安全帶子都沒有檢查過 沒有檢查過 其實是實質的東西 純粹是幫你拍照 拍外觀 上傳上去 大致上是這樣的意思 但是隔壁有輛寶馬 它是彈頭蓋的 我又不明白為什麼 它不彈頭蓋 我真的不太明白 隔壁寶馬是驗了很久 是不是驗了很久 但它也在弄了很久 我不知道它在弄什麼 它在弄了很久 但是它在弄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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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不知道在弄了很久 我想一下我們的引擎號碼在哪裡 不是 車身號碼在哪裡 車身號碼在哪裡 通常都是在車頭的 是的 因為我有個朋友 他駕駛座巴佬 他拍不到引擎號碼 他那部手機的角度不夠彈 我朋友就用他那部手機 彈角度拍完 給他再拍攝的鏡頭去上傳 其實我是沒有的 我還問他需要彈頭 他好像沒有理過 好像沒有開過我的頭 但我想問整個費用是多少 驗車費是400元 另外這張卡是400元 總共800元 很便宜 也算便宜 不過說什麼都沒有用 人們會說十多分鐘騙錢 我覺得這不關事 這不關事 這個程序是要就要 你做到這件事就要接受 現階段來說 就已經完成了我一些基本的東西 要再等什麼呢 要等它 套路完OK之後 它就會傳回SMS 或者E-mail給我 通知我便上去下載他們的臨時牌 還有PIN出來放在車上 這就是需要的 之後我朋友的流程是怎樣呢 即日已經收齊了 又上載了 然後收到E-mail 就說他已經去到什麼 不過他們內地有個訊息中心 你會看到你的流程去到哪裏 欠什麼文件都會看到的 我曾經在驗車 在驗車上還未再跟進 今天驗完車之後 我申請回交強險之後 再隔一兩天 文件齊了 就會再傳 SMS 他亦會通知香港運輸署 就會再出那個禁區指 即我們540元的禁區指 那個是ZMB的禁區指 如果我收到ZMB的禁區指 我就可以上運輸署的網站 去預約 因為我試試預約 原來沒有ZMB的訊號是預約不到的 所以我們不能打尖預約 這次的流程很清晰 我們下一步收到禁區指 做完所有事後 我們就出發了 今集沒什麼拍到其他事 就是拍了我和師傅說 但希望師傅的資訊 能夠幫到大家 在申請港車不上上驗車時的狀況 我們下支影片 最後記得 我會把我們的QR Code 即是我們的QR Code 放上去 大家都可以加入我們的WhatsApp Group 和我們一起說 有什麼好玩、好吃 或者有什麼疑問都可以說 我們下一段影片再見 好